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立體5 立體5他說L1平行L2 且咧角1 角1在這裡 會等於145度 145 然後角2等於140 角2在這裡 140度 那麼要求這個角3 那在剛剛立體4的時候 我們有教給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說如果有兩條線平行 比方講L1平行L2 那中間有一個像注音符號7的結構 寫下去的時候 那麼這兩個朝左邊的尖尖的角 加起來的和 會等於這一個朝右邊尖尖的角 那其實這裡也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只不過他這個7的方向不太一樣 但是問題是朝右邊尖尖的角 他度數有沒有跟我們講 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算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裡如果是145的話 這個平角啊 這邊這會等於180 減掉145 減掉以後你就會發現 這裡其實是35度 一樣的道理 這裡如果是140的話 那麼這一個尖尖的角就是180 減掉140 算出來就是40度 那因此我就可以知道這兩個角 一個是35一個是40 那麼朝右邊這個尖尖的角 這兩個加起來會等於朝左邊這個角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角3啊 會等於35 再加上40 加起來就會等於75度 那這一題就做完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 考什麼東西 其實考我們一個東西就是說 兩個直線L1跟L2 它是平行的話 那麼朝左邊尖尖的角的核 度數核 會等於朝右邊尖尖角度數核 就這麼簡單 好